排队人潮一路延伸变成S型 位在和平登陆上的这间 萝卜丝饼达人 不管平日 假日 人潮都是爆满 很多人排啊 每次来一定要排队啊 我大概一周会来两次 然后我觉得就还蛮好吃的 不过根据最新实价登陆 近期店面悄悄出售 10.6平大的店面 成交价2200万元 换算单价207万元 如果以我手上这招牌萝卜丝饼 35块钱来换算的话 成交总价2200万元 相当于卖出了62.8万个 它是属于在大安区 在大马路上低总价的一个店面 这种低总价市数量非常的少 投包率还OK还不错 会落在大概2.7 2.8%左右 想算是蛮漂亮的店面 房仲认为交易价格划算 因为本身是排队名店 自带现金流 加上靠近师大商圈 还有文青爱趣的温州街 人潮效益高 位在北市烫金地段 正大安区也据都根潜力 那它的土地使用分区32的 它可以分配到的 容积比率是非常的高 像斜对面的话和平大远 和平大远的话的成交价 都已经100多万块200万了 所以外来这边如果改建的话 变豪宅的话 价子市会翻好几倍 50年罗伯斯饼老店面 据人流都根等多重效益 吸引买家迅速出售 三立新闻林玉峰 徐国和李嘉倩台北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